马婶 别干了 这拆迁款四百万下来了 在这卡里呢 密码拔个八 你说好了 我走了 老头子 咱家这拆迁款下来了 咱们不是答应给老二买套房吗 看看明年去买了去吧 好啊 既然答应了 咱就给他买吧 不过 我有一话要说 我总觉得他儿子 不是很孝顺 他是惦记着咱这拆迁款呢 你说什么呢 老二最孝顺过来 你不信啊 咱俩打个赌 你一会儿就跟老二打电话 就说咱这个房子 拆不了了 漏雨漏的裂 没法住了 你看老二是不是真的孝顺在 是不是会给咱俩养老 如果会啊 这房子咱就给他买了 另外啊 给老大那两个盒钱 咱一起给老二拿过去 那行 我现在就给他打 喂 老二啊 哎 妈 我都想你了 我都好长时间没看着你了 我和你爸要去 你那住上一段时间呢 行呢 等你跟我爸来了之后啊 我跟你这媳妇就住客厅 你俩就住卧室 然后等咱们拆迁款下来之后 咱们买新房子 我俩再邀请你 咱们就去新房子住 老二 我刚接到通知 咱家这拆迁款呢 怕是没戏了 咱家这老房子啊 漏雨漏的厉害 这次啊 怕是我跟你爸呀 无家可归了 哎 妈 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那拆迁款的事 不都板上钉钉了吗 哎呀 这是真的 今天上午我刚接到的通知 你爸急的呀 高许亚都犯了 那买房子的事 就彻底没戏了吧 儿子 看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给我跟你爸呀 接过去 啊 你要是忙没时间呢 我和你爸自己过去也行 哎 妈 你先等会 我我跟你儿媳妇商量商量 哎 媳妇 你别玩了 快点我有点事跟你说 啥事啊 哎呀 我妈跟我爸 说完来咱家住 啊 那太好了 什么时候来呀 他们是不是带着拆迁款 给我买房来了 咱们把这间卧室腾出来 让他们住的舒舒服服的 然后 得买个房子 哎 那老房子拆不了了 什么人 那老房子拆不了了 拆迁款也没戏了 我爸这一着急还犯了高血腰 我妈还说了 那老房子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的 要来房价住 是想让我们给他养老啊 老公 你没听错吧 不行啊 坚决不行 这两个老东西 半死不活的 想上我这儿白吃白喝了 我可供不起啊 房子都买不起了 还想上我这儿住了 真是白日做梦 哎 你说这也没毛病 但是 他毕竟是我亲爸亲妈呀 咱们这个房子 都是他们掏了棺材本买的 你说这要是不管的 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哎 老公 我没有说不管啊 咱们每年 给他两百块钱的山养费 这样总行了吧 老公 你别犯糊涂 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你不是不知道 他们两个就是个无底洞 咱们两个日子 刚过得舒服 又把了这两个无底洞接过来 咱们还能舒服得了呢 哎 老公 我有个主意 你让你爸妈 去你大哥你大嫂呢 大哥大嫂不是孝顺吗 哼 离家还近 就让他们给他养老婆就得了吗 但是 当时说拆房子的时候 咱爸说把拆迁款四百万 都给咱俩了 要不是爸兼职啊 大哥大嫂两万都拿不到 你说的都这样了 大哥大嫂 还能养咱爸咱妈 那现在不是没拆吗 打电话 咱们这小庙养不了他那两尊大嫂 行我知道了 儿子 跟你媳妇商量的怎么样了 哎呀 她忙着呢 你要是着急的话 你先想想别的办法 儿子 但凡妈有点别的办法 也不能去麻烦你呀 哎呀妈 不是我说你 你这些年种地的钱都哪去了呢 你看看你现在 跟要饭 跟要饭的是这 穷疯了吧你 儿子 我和你爸这些年攒的钱 都给你结婚买房子用了 那可是我和你爸攒的关键本钱 给你买的 不是 你还跟我说买房子的事 本来我还指望你给我买个大房子呢 你看看现在 你还有脸说 我爸不是喜欢我大哥吗 你俩上堂那住去吧 这次的拆签款四百多万 我只给了你大哥两万 成余的我都给你留下了 你 你怎么这么上聊去 哎呀 现在不是没拆吗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生了我 你就得养我 你就得给我买房子 娶媳妇结婚 这都是应该的 行了 我也不跟你说这些没有用的了 我告诉你 有拆签款 我好吃好喝攻着你 没有拆签款 你就爱哪去哪去 你跟我爸去找我大哥当嫂 他们要是不管你 你就去睡马路睡大街 你要饭去都行 我的天哪 这个女子 怎么会这样 妈 妈你怎么了 妈对不起你啊 刚才呀 我给老二打电话了 说这房子拆签款下不来了 他就 妈 拆不了就拆不了呗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呀 美丽啊 这房子也拆不了了 这拆签款呢 也没有了 这老房子漏雨漏的厉害 这姥姥姥姥 妈 你跟我爸就去我那住呗 虽然我们那儿没有那么豪华 但是让你们住的舒服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年 我和你大儿子在外面 做了点小生意 也赚了不少的钱 如果你们二老不嫌弃的话 我给你们养老 哎呀 我这都干了些什么呀 美丽啊 从你过门这么多年呢 妈就没给过你好脸色 你还十年如一日的照顾着我 她都说呀 远了相近了臭 都怪你 在我身前身后的照顾着我 我都没有发现你的好 妈对不起你 妈通过这次拆签款呢 才测试出谁才是真正的孝顺 是她 美丽 从你和老大呀 从结婚到创业 又买车又买房 妈一把手都没伸过 这张卡呀 妈就交给你 妈 这个卡呀 我们不能要 留着呀 给你二老啊 养老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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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